近日女演员薛静蕾在视角平台上分享了一张近照 只见她披着一条毯子安静地躺在沙发上 对于这张照片出自何人之手 不少网友都给出了一致的解释 男友黄丽星 两人已经相恋了十一年之久 却迟是没有出现任何结婚的前照 也不禁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除了这张侧脸睡觉照片之外 薛静蕾还大方地分享了一张自己的正脸照片 果然依旧肤白貌美 令吃瓜群众最感兴趣 莫过于徐静蕾与黄丽星之间的爱情长跑了 自从他们相恋以来 便已经度过了十一个年头 不过两人似乎都并未谈及结婚计划 也令不少吃瓜群众感到好奇 都说两人迟迟没有涉及到结婚生子 但是徐静蕾与男友的感情还是相当稳定 据悉 此前徐静蕾曾在录制节目中谈到 自己其实是个不婚主义者 在遇到黄丽星后 他说黄丽星从来不着急 不焦虑 不纠结 交往这么多年来甚至没吵过架 所以在两人交往九周年时 徐静蕾在微博发文 九年多以来 我时常有病 你永远有药 余温苏丽整理报道